有時候沒吃青菜 甚至出谷 菜緊張 肉可能會變不出來的狀況 那不知道兩位有沒有一些小小的撇步 會就是緩解自己的便秘狀況 當我發生便秘狀況的時候 我是有灌 就是我的方法是灌大量的牛奶 對 去讓自己腸胃蠕動快速一點 對 那可是後來我想說 真的是腸胎不耐症什麼東西 這個可能等一下再跟吳醫師祈禱 所以想說 另外一個 我這邊還有另外一個做法是 這是我妹教我的 就是把小腿沾絲 然後吹電風扇 然後你小腿就涼涼了 然後你就咖哩一順 然後就很容易 就會出來了 真的嗎 真的真的 我自己試了幾次 我妹教我的就 天啊 這麼厲害 這個真的要跟吳醫師請教一下 小腿沾絲 吹電扇這樣是不是 這個太有趣了 那阿咪 有沒有什麼一些妙招啊 我自己個人是有兩種狀況 是馬上就會有便衣產生 第一種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進到冷氣房 馬上就會想上廁所 這是因為剛剛那個小腿有一起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起同工之妙 然後一種是喝咖啡之後 也是馬上就會想上廁所 那我朋友之前也有教過一個方法 就是膝蓋 躺著膝蓋碰到胸口 這樣也會有促進想上廁所的方法 那我覺得長期來講 如果最有效的方式的話 應該還是每天喝固定的水量 多喝水這樣子 對 其實剛剛講的 除了那個小腿沾絲吹冷氣 讓我覺得有點詭異之外 其他其實都蠻是不錯的方法 其實我們如果患者來找我們的話 他其實便秘是長期的病 所以他其實嘗試過各種方法 包括喝牛奶 他平常喝牛奶或喝幼肉乳 他們會拉肚子的病人 他就故意就是在一個禮拜喝一次 讓他們卸光清乾淨這樣 如何讓我們的健康人 或是讓我們一般人避免便秘 或是讓便秘的人不要惡化的話 第一個還是有五個重要的事情要注意啦 體質上的話 你要多吃一點那種纖維質的東西 譬如說補補材料的話 就算是吃個糟米飯 或是說蔬菜類 這些都是地瓜葉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你的排便 那水果也蠻特別的 奇異果的話 它其實排便的效果非常好 然後再來還有木瓜 香蕉 還有甚至奇異 對不起 還有火龍果 火龍果非常好 那火龍果只要吃了半顆到一顆之後 健康的人大部分就會 排便吃就會增加了 那如果是便秘的病人 你可能吃到遇到兩顆之後 也會有改善的效果 我們的水分也是要特別的注意喔 所以水分一個人 大概一天都要喝到2000cc的水 盡量都是以水為主啦 不要以飲料為主 如果飲料跟糖分的話 基本上還是對身體不太好 以水分為主 2000到2500 如果你有運動量比較大 或是你的耗水量 那個排汗量比較高的話 你可能要需要更多 善用你的這個反射的 什麼叫反射 反射的這個神經 當你吃完飯之後的一小時內 其實那個時候是病疫最強的時候 這個時候去建議去善用它 然後去增加排便 當你的膝蓋往肚子裡面壓的時候 它會讓腹部的肌肉會放鬆 然後它會在壓著當中 它會讓你的那個 它會擠壓從外部 腹部擠壓肚子 讓那個大腸產生一個壓力 幫助這個變變 然後從那個腸子裡面直接排出來 做事盲腦上面的前面 擺一個小凳子 然後你就讓你的腳跪在這個凳子上 那膝蓋大概位置在你的肚臍 你像大概5到10公分 一個彎曲的角度 那這個膝蓋只要高過你肚臍一下 像彎曲蹲的這種角度的話 原本那個腸子大腸直腸 應該都是直腸 那個本來要排便的地方 原本是彎曲的 被這個鍋位置給拉住了 但是因為你這個姿勢之後 那個鍋位置就放鬆了之後 這個腸子就變直了 變直之後你 就會很順暢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江慧君 歡迎收看Videotalk 那大家知道喝咖啡吃甜食 讓你胃食道逆流嗎 今天我們邀請到原生醫院的 胃食道逆流中心主任 溫潔醫師 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喉嚨卡卡 胸口多熱感 盡量就交給我吧 有時候可能吃完宵夜 馬上躺下 或是在短時間內 進食過多的食物 比較容易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其實滿常見的 在國內 各地醫學中心的研究報告 火燒心有逆流 胸口熱 這樣的病人有四分之一 20歲到30歲出口的年輕人 第一個最常見的補充 應該有習慣的問題 工作壓力的問題 睡眠不充足的問題 造成胃脹氣 然後胃脹氣之後 容易就逆流到喉嚨 另外有大概就是 遇到五六十歲的一個患者 因為他的胃已經退化了 甚至有些病人是 胃食道中心的門口 要噴門口的肌肉已經不立了 這些情況都會造成 年紀比較大的患者 可能胃食道逆流 典型的症狀 火燒心 胸口會覺得悶悶熱熱的 然後有時候覺得 好像喘不過氣來 他會覺得 有個胃的東西 胃酸或食物 反除到喉嚨 非典型之中還有咳嗽 尤其是在晚上咳嗽特別厲害 再來有些患者說 他太太然後朋友 他告訴他 他常常有口臭的問題 就算你都要出口 都還是怎樣 如果你是非典型的病人 或是你是詭異的症狀的話 那你應該要好好的找醫生 做胃菌啊 做食道的胃酸液的檢查啊 那如果一直沒有治療的話 是不是有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嚴重啊 甚至會有癌變的情況啊 其實 國內胃食道液有產生食道癌的 這個機會非常低 所以大家切勿驚慌 最常見的遇發症 痰狀是會食道的潰瘍 那這傷口多的話 就會痛啊 會熱 吃東西會覺得卡住的感覺 然後吃到哪一些東西 哪一些食物的時候 是比較容易引起這個胃酸液的症狀 我覺得啤酒對我來說 是還蠻容易有那種 浪漆液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 直到涼涼的那種感覺 你喝啤酒 喝很多啤酒一次 把這個胃直接裝滿 這個胃裝滿之後 它就鼓起來之後 它會不自覺的會放鬆 打嗝 打嗝 打嗝不只是把胃的食物帶上去 它也會把胃酸就帶上去 造成胃酸 也包括說 巧克力 奶製品 奶油類的 比較油膩的 油脂比較高的成分 還有甜的甜食 這種薄荷也會造成 他們口暫時性的鬆脂 咖啡因 原味 這些食物 都是有很多 以及胃酸液的低原食物 胃酸液的病人 就是要 就是說你吃飯的時候 盡量減少喝很多湯 喝很多汽水 喝很多飲料 吃的方法多 要請你趕快慢慢吃 吃到半六分飽到七分飽 尤其是睡覺前 盡量不要吃東西 聽吳醫師講完之後 其實自己覺得有點感慨 好像什麼喜歡做的 吃巧克力 吃甜食 然後喝酒 麻辣鍋 好像都不能做這樣 最開心的就是 放假的時候 吃完宵夜就躺下來 這個其實也是NG行為 吃飽飯馬上平躺 哇賽 這就是拿刀桶自己的位置 要練習換作 如果你真的在發作的時候 或是你不得已吃完宵夜 就得睡覺 只能稍微增高一點 然後稍微增高 可以增個兩個 到三個 在你開始睡覺的時候 躺在腦 躺在腦的時候 會在下面 會不會直接抽上來 提前最重要的NG行為是 抽菸 抽菸 所以患者來看 我說是不好 結果其實他只要把菸戒掉 或是減少他的菸泥化 他的典型症狀就是膩油症狀 或是喉嚨異物感 卡卡的症狀 就會消失很多 特別要注意喔 最後一個是 有胖的病人 如果你體重突然上升很多 或是很胖的話 麻煩你減重 減重完之後 你的胃腸膩油也會改善 幫大家整理兩大重點 首先這個胃食道膩油 特別容易發生在這個 飲食習慣不好的年輕人 或是說老年人 預防這個胃食道膩油上升 當然維持一個好的飲食習慣 很重要啊 吃飯啊 重要是細嚼慢嚥 而且要這個湯水分離 較前啊 就是盡量不要吃宵夜 以及這個躺的時候 你可以把頭稍微墊高一點啊 然後我們再靠左側躺啊 其實都有辦法讓這個 胃食道膩油這樣緩解喔 哈囉 各位蘋果新聞網 升級醫護衛員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 Videotalk主題就是來討論 腸病毒這個議題 今天我們請到 這個最專業的 疾病管制署的防疫師 烏豪新醫師 來為大家解答 說明一下這個腸病毒呢 該怎樣的預防跟治療呢 歡迎烏醫師 主持人好 那其他海蘭菱好 還有各位蘋果新聞網 的升級醫護衛員大家好 我們也邀請了兩位呢 這個媽媽素人 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家裡的小朋友 得過腸病毒的一個 慘痛紀念喔 首先我們歡迎M1 嗨大家好 我是M1 我家裡有兩個小朋友 那另外一位素人呢 我們是邀請到素雲 大家好 我是素雲 我現在家裡面有兩個小朋友 因為是今年出才剛的 過腸病毒 所以我印象還很深刻 那到底什麼是腸病毒 腸病毒 跟腸味道有什麼關係呢 它其實是一大群 不同種類的病毒的範疹 其中包括可能大家也有聽過 也是印象可能很深 就是小兒麻痺病毒 那它還是腸病毒的一種 那再來就是剛剛主持人講過的 那個腸病毒七十一型 那還有赤紮基 還有前年比較流行的這個 醫科病毒等等 是從這個糞孔傳染過來的 所以它可能會從 我們的腸醫道排泄出來這樣子 一開始其實沒有什麼很特殊的表現 大概就是會發燒 然後過來可能就出現一些水泡 在手上或是腳上上 會出現那種紅斑等等 那大部分的症狀其實都相對的輕微 可是也有少部分的小朋友 可能因為免疫力比較低 或是年紀還不夠大 那就會產生比較嚴重的症狀 影響到心臟 神經等等 接下來我們要請兩位媽媽來幫我們 分別說明一下自己家中的寶貝 得到腸病毒的一個採況 就那時候好像才剛聽到老師說 有兩個小朋友因為腸病毒請假 結果我的小朋友就是第三個 因為他那天就開始發燒 然後再去給醫生看的時候呢 醫生就說天啊 他的喉嚨已經破了好幾個洞 然後邊打開喉 就是張開喉嚨 我們自己都可以看到裡面 有那個小白點 除了有一點輕微發燒之外 好像就只有喉嚨破這個症狀 我知道有腸病毒之後 我家裡真的是大消毒 就是老師就有發一個味覺膽 就上面有寫說 要多少CC的什麼消毒水 怎麼配 是不是兩個有一起得過 腸病毒的這個慘痛經驗 來跟蘇玲請教一下 哥哥他就是已經小學二 小學二年級了 然後他先得這樣子 我以為是一般感冒 所以我還請他喝溫水 然後我後來去看醫生才知道 原來他有這種症狀的時候 其實是不能喝有溫度的水 應該是要喝冷的或是冰的這樣 症狀之後 妹妹也出現症狀 其實發高燒的這個部分 我是比較擔心的 康熙醫師幫我們講一下說 是不是現在這個 每年這個腸病毒 它帶有沒有一些流行的一個趨勢 因為原則上 腸病毒大概是一個 比較偏春天的疾病 所以他大概在春天的 都是一個高峰子 我們現在到了開學季 那小朋友們就會又群聚在一起 所以可能這個時候 通常會有一個第二波的小高峰 小病毒它是一個糞口突然的疾病 那它這個病毒會從這個 分辨中排放出來 這樣子 那有時候小朋友其實 我們知道 就是可能有時候衛生習慣 如果沒有做好 那這樣子小朋友 直接要互相打鬧 又就是一起在玩耍 那群聚口群聚的時候 這樣子就可能在小朋友 這個病毒就會在小朋友 這樣傳播開來 病毒它也可以從那個 手足口病中的那個水泡 那個水泡裡面呢 也有病毒 水泡裡面如果破的話 那裡面的病毒會從嘴巴的一些 口水啊就會 分泌出來 所以小朋友之前講話啦 咳嗽啊 有可能這樣子 就跟他在講話 或是咳嗽 被他噴到的小朋友 會因此而感染到 糖病毒中症的高危險族群 在小朋友中 大概是偏五歲以下 然後所以像剛剛兩位媽媽的小朋友 如果比較大的話 原來都是以輕症表現為主 這樣子 那五歲以下子的小朋友 中又以兩歲以下的小小孩 是更是高風險族群 可能比較常見的 包括心肌炎 那有時候就會造成血壓下降 然後休渴 那等於神經學方面的症狀 那包括就會意識不清 然後甚至產生一些腦炎 腦膜炎的症狀 各位家長一定要特別密切關注自己的 還在輕症的小朋友 能夠出現一些 重症前驅的症狀 可能意識不清啊 然後甚至手指不力等等的狀況 那第二個呢 就是偏 他會持續性嘔吐 就是一直在不停的嘔吐 這樣伺候 可是會有嘔吐 那第三個呢 就會出現一個肌药型的徵戰這樣 他就會類似這樣 會抽搐一下 半夜抽搐的情形 有超過三次以上 這時候就要小心 他是一個重症前驅的症狀 仔細去計算的話 大概有反而是 他的呼吸頻率有加快 可能肉眼應該也可能出來 呼吸開始有變喘的情形 到底家長要什麼時候 或者說他有沒有辦法治療呢 目前在醫學上 都是採取症狀治療的 跟致死性的療法 比如說可能血壓掉 就是給他補充水分啊 打伸壓劑等等 治療照護小朋友本身呢 像剛剛媽咪有提到 就是給他吃一些冰水 或是冰淇淋 那就可以有效緩解他 這個喉嚨不舒服的症狀 這樣子 那如果能夠的話 就盡量要補充水分 不要讓小朋友脫水 兩位媽媽有沒有什麼一些 平常在防範期 小朋友中腸病子的一些妙招可以分享 如果回家的話 我會要求他第一件事情 就是一定要先洗手 那洗完手之後 比較那個 怎麼講 我還有另外一個比較堅持就是要歡迎 還有補充維他命C之類的 兩位媽咪其實都 因為都我深受其害喔 所以其實都 分享的觀念都還很正確啊 沒有錯就是 洗手是最重要的 那處少處 留情期間 少處都公公常說 洗手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啊 最理想的話 是用試洗手 就是用清水加肥皂 或洗手液去做那個清洗的動作 試受的乾洗手 它可以大概是以酒精性為比的 它可以照顧 原則上酒精性的乾洗手液 對腸病毒的這個消毒滅菌的效果 比較不好啊 所以原則上是 不建議使用酒精性的這個乾洗手液 今天主持人呢 為大家整理了兩大重點 好了洗手 最防範腸病毒的最好的方式喔 小朋友 特別是兩歲以下的小朋友 他可能真的是 最容易引發這個腸病毒重症喔 嚴重是可能致死的喔 當然是有這個 這個意識不清啊 手腳無力啊 甚至嘔吐啊 或是這個無故驚嚇 這個次數比平常的更多啊 這都需要的家長呢 都多提高警覺注意的